哈囉我是沛莉 有些網友呢留言說想要看學生穿搭 那我今天呢就是運用一種週穿搭的概念 一一可以多搭然後營造不同的風格變化 以及呢會介紹就是像是最近流行的一些單品配件 需要有什麼樣的搭配重點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欸你看 娜娜 這件店幕王的T恤基本上真的是超百搭的 現在呢我搭的就是那個黑色的格子 高腰裙 那整體看起來整個人就是還蠻顯瘦的 而且多了一點很隨性的個性休閒感 那為了讓造型可能不要這麼單調 你可以搭配一個斜接然後短包包 然後整個人就是搭配上就會有一個重點感 想要寫著年輕呢在T恤的部分可以挑選一些 就是有撞色的滾邊設計 會讓整個人好像穿著學生運動服的感覺 看起來更年輕 那像今年呢很流行的元素就是一定要破洞 東破西破 看起來就會增添了一點個性的感覺 這一套的話呢它是很薄的雪紡紗 CP值超高的 猜猜看這一套多少錢 好 直接告訴你 35塊人民幣 相當於台幣大概200塊不到 你平常休閒的時候 你可以配整套 就是都是這種大花 看起來就充滿了夏天 然後度假的氣息 這套CP值真的很高 但是它版型有一點偏小 所以它的這個腋下 也是設計得比較高麗 有時候會覺得好像會有磨到的感覺 但是好處就是完全不會露內衣 就是不管內衣像什麼 阿嬤內衣也好 它都不會露出來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那後面也有做一個拉鍊的設計 整體的細節我覺得算是都還蠻值得走路的 大家看穿大家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 是因為它 太黏人 聽起來還蠻流行 像這種芥末黃的顏色 穿起來整個人會變得比較亮眼 但又不是那種亮黃色的感覺 讓人家覺得好像會看膩 這種顏色算是還蠻耐看的 那當它是一件背心腸裙的時候 裡面只要搭配一件T恤 看起來就可以更顯年輕了 好看嗎 這件鏤空蕾絲的綿蠻上衣 我每一次穿都有人留言說是哪裡買的 因為它真的太漂亮了 就是如果你只拍妝容照啊 上半身照的時候 它都是一件非常顯得更有女人味的衣服 那它整件呢其實有一點點薄透的喔 所以你裡面最好可以搭配一個 平衡的內衣或者是小可愛 但夏天穿真的是很涼爽 然後它但是它扣的中間 就可能稍微有一點厚 如果不建議的話 都直接這樣穿是可以的 只是因為它的衣服算是上半身 比較又有風土秀的設計 然後整件衣服是圓圓的 所以你想要讓身材看起來比較纖細的話 下半身你可以搭配合身的一些 迷你裙短褲之類的 那我今天搭的這條高腰的迷你裙格子 雷斯鞭 但它其實是一條褲子 很方便 就等於說你動作比較大的時候 你也不用擔心會曝光 那這條裙子的話 我覺得它的整個版型我都很喜歡 重點是它只要30塊人民幣 也相當於150塊台幣不到 其實是不是很高喔 只是我拿的是L號喔 所以如果說你可能想要不要穿太緊的話 你可以尺寸拿大一點點 會還是蠻好看的 這一件上衣呢 其實也常常詢問度很高 因為它就是一件T恤的感覺 但是它拼接了一些蕾絲 所以穿上身的時候就覺得 沒有這麼單調會有一些層次感 而且很顯年輕 你不覺得好像穿上它會小五歲的感覺嗎 那下半身這一套牛仔裙呢 它其實是牛仔褲 然後這一種開剎的設計 可以遮住你半隻大腿 會有顯瘦的效果 是我最近很愛穿的 這些都是淘寶上面買的 這一件上衣呢 是我一直都很喜歡的削尖設計 蕾絲這一塊呢 可以遮住你很粗的手臂 所以我覺得顯瘦必穿 就是像這種露一點點 把人家會覺得 你好像瘦瘦的感露肉 可是把你最胖的地方給遮住了 那我下面呢 就是搭配剛剛那一條 就是比較合身的一個牛仔褲 可是像是牛仔褲的設計 我覺得整體看起來 整個人就很輕瘦齁 這一套呢 就是今年還買流行這種 碎花的長洋裝 那想要顯年輕呢 就是挑這種 既肩戴背心的款式裡面 再戴一件T-shirt 或者是戴一些 嗯...小肩的蕾絲都可以 這樣子的設計 就會讓你的碎花洋裝 看起來不老氣 而且是有年輕氣息的 很多人都會想說 欸 碎花洋裝裡面的T-shirt 到底要如何搭會比較好呢 其實最簡單的關鍵就是 你可以看你的碎花上面有什麼顏色 基本上上面有的顏色都可以搭 像這件的話 它就可以搭白色 水藍色 或者是這種 淡藕粉色 然後還有像這種芥末黃色 都可以做內搭 那裡面的T-shirt 如果你可以稍微挑一些 露肩的剪裁 或者是現在很流行的 一些滾邊的花邊設計 或者是破很多洞之類的 都會讓你的穿搭 變得不會這麼的單調 想要休閒一點的話呢 其實像這種芥末黃的T-shirt 很適合搭配一些比較 美國西部牛仔之類 或者是比較波西米亞的耳環 可能都會還蠻適合的 那你只要配上 稍微有一點點 剪裁設計的牛仔褲子 你看起來就會還蠻有個性的 可是卻是很休閒的伴向 好剛剛的那個 削肩上衣分開穿 是不是又有另外一種 不同的風格了呢 那今天的影片就是 利用一衣多穿的方式 然後介紹了一些 很適合學生的穿搭喜歡嗎 都歡迎留言給我 下次希望我拍什麼影片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個讚 我就很開心 然後沒有訂閱過頻道的新朋友 可以按下訂閱頻道 把鈴鐺打開 可以追蹤到我最新的影片資訊 然後還有想要了解我的 更多生活層面 例如說眼睛眼鏡是什麼啊 然後口紅很好看啊 耳環是什麼哪裡買的啊 你都可以到我的Facebook粉絲團去追蹤 或者是我的Instagram帳號 Perry168 好我們下次見 掰掰 大概��에不安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今天 meanwhile 快點拍 هذه 我們下次見 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